歡迎收看東京左右的橋,我是偉恩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五家東京平價美食 在東京要吃到1000日幣以下的餐廳就已經蠻不容易了 就算是最常見的大型牛洞連鎖店 差不多也要準備500到1000日幣 今天介紹的平價美食 大約都在800到1200日元左右 甚至有一家500元就可以吃到的日式咖哩老店 如果你用觀光客那種外國錢不是錢的心態 準備好要大花特花的話 這幾家餐廳絕對會讓你感覺賺飯囉 第一家要介紹的是位在上野的山家炸豬排 價格在800到1200日之間 而且沒有限中餐時段 可以說是比連鎖的豬排店還便宜了 但它的炸豬排卻完全沒有因為便宜而馬虎 跟你想像中的好吃炸豬排一樣 分量夠大 麵衣酥脆 豬排油而不膩 豬肉也鬆軟厚實 再搭配酸甜開胃的醬汁 以及清脆爽口的高麗菜 最後爬上一大口的香甜白飯 真的是平平美食的最佳模範神啊 我們來到了朝鴨 要吃一家就要頭皮挖食堂的大眾餐廳 我們家店的中午是以定食為主 價格在800到1200日之間 我們點了炸蝦定食 還有豬排定食 我們家店感覺有日劇裡面大眾食堂的感覺 炸蝦定食來囉 你看這個蝦 超級大一隻的 開動囉 它這個蝦子啊 麵衣不但炸的很酥脆 而且蝦子本身吃起來也很有彈性 感覺很新鮮 這是我點的日本的零XPF豬排 這麵衣本身很脆啊 然後口感非常的不錯 我們今天到了大手艇的伊勇 要來吃CP值很高的中餐 卡西咪 它的菜單非常可愛 是用手繪的 然後你也不用擔心價錢 因為全部都是一千塊 耶我們的菜來囉 看起來超級豐盛的 來介紹一下我點了什麼吧 首先是有雞肉的漢堡 左這個蘿蔔泥 然後另外這邊還有照燒雞肉 另外一個這邊的重頭戲 就是它的最厲害的關東煮 然後你可以沾這個特製的醬汁 它的雞的絞肉 它的雞的絞肉 它捏的時候 捏得非常的紮實 它的口感還滿臭 然後搭配它那個沾的 特製醬汁的蘿蔔泥 聽起來還滿清爽的 再來吃這個照燒雞 它的照燒雞很夠味 跟那種典型的甜甜的味道 然後加上一點點類似燙烤的香味 它蘿蔔煮得非常非常的爛 然後 湯相當的濃郁 可是又不會太膩 好喝 你看這上面的價位 450到550左右 真的太便宜了 炸雞乾 500元 吃一口炸雞 炸雞 炸雞又飽滿 爽 這家的咖哩蠻特別的 是在日式咖哩中 它算是比較辣的 所以非常刺激食物 我們今天來到大手艇的伊勇 要來吃Hot Spoon 咖哩 我們家店的東橋還滿常來吃的 它的咖哩比較不屬於一般的日式咖哩 比較有點偏向是燙咖哩的感覺 它的咖哩是以牛肉為主 然後也有野菜跟雞肉的風味 我點的這一道就是 Mozzarella Cheese的雞肉野菜咖哩 沿著雞肉來試吃一口吧 它的咖哩味道是屬於偏比較濃烈的 然後香料的味道也很重 我點的是中心 所以有一點點的辣 而且還可以吃到一點起司的香味 還有野菜的甜味 我點的這道是燉牛肉的咖哩 這吃起來其實比較沒有像咖哩的味道 比較像是濃厚的紅酒燉牛肉 然後可以吃得出它的肉味 然後鹹味十足 非常的下飯 再吃一點點 跟焦牆上草牛肉 應該是超級牛肉 但是有些東西 也就是實驚人 我們手的椅子 一條咖哩的位置